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网,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今天给大家通报一个事情,还有一则新闻 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是这个台湾的朋友从台北的机场发过来的图片 那么大家从这些图片当中看出来断你没有 就有很多人他在这个机场带了一个大箱子 大箱子里面,他的乍看你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但是有过携带宠物的网友一看就看得出来 这个是在飞机场是在携带这个宠物,对不对 那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一则消息 就是说现在台湾飞美国,台湾飞大陆的航班 飞机上可以说是斑斑克满的 尤其是飞这个美国,甚至可能比大陆还要这个人要多 而且现在台湾飞大陆的机票也是涨价了 现在差不多是25,000台币吧 大概人民币和人民币五六千块钱吧 这个现象让我们想起来什么 这个现象让我们想起来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 那么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包括我在前两天 有台湾的同学也来到大陆了 那么他过来的时候呢 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发了一张照片 他带了很多这个行李 挤好几个大箱子搬运过来 这托应会是这个抄得不得了 而且他的这个钱都是兑换成人民币的 提早就是已经打到我另外一个同学的这个账户上了 那么他就是在自己的卡里他也有吧 反正他看这个状态 也据他所说和我多方面证实 现在确实很多都是脱家带口的来大陆 而且是把宠物也带过来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你这个人离开两三个月 你宠物你会带着吗 是不是 离开两三个月 你宠物往这个宠物店一寄养 或者说放在哪个朋友家 亲戚家就完事了 对吧 那现在宠物都带过来 几乎是在上海隔离的这个台湾人 很多都是带着这个台湾人 讲叫毛小孩 菜婆也喜欢的 不得了 毛小孩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 能说明一件事情 能说明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这些 因为现在能跑的 在海外有点关系网络的 或者说能在海外能 因为你现在刚刚跑过去 你肯定没办法工作吧 啊 你现在跑能跑出去的就是在海外有一定关系网络的 和在海外至少说有亲戚啊 或者有房产在的 那你才跑出去 那么也就是说是台湾的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阶阶这个阶层 对吧 如果你是这个中下层的 你可能没有这么多路子 就在就在在本岛了 那么而且现在你这个昂贵的这个机票 光这个费用 你就负担 就是一笔 不晓得开支了 啊 呃 现在但凡是什么呢 只要是 不一定说在我了解一下的情况 不一定说在大陆 比如说有房子 啊 比如说在这地方 姐姐在这里 哥哥在这里 或者妹妹在这里 或怎么样的 啊 那么至少说有一个租的房子 也能有住的一个地方的 啊 就都会过来 呃 这个是第一对台湾的这个疫情啊 不容乐观 觉得没有办法去控制着住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也确实现在台湾的这个啊 疫情很糟糕啊 呃 蔡婆她们还要等个两三个月啊 要等自己的这个疫苗 现在在二期临床实验嘛 对吧 她要等到三期结束以后 才开始呃 叫台湾人施打所谓的国产疫苗 所谓的高端疫苗 那么这个确实是在草菅人命 确实是在谋财害命啊 那么 台湾这个疫情能不能控制得住 控制不住 那么这些中上层呢 啊 中上层的这些老百姓啊 很多他都是有门路 有路子 比如说家里谁亲戚啊 在民进党内部啊 或者在国民党内部啊 他比较了解这一个 台湾这个疫情的真实情况 不像这个普普通的这个渔民啊 台湾渔民他啥也都不知道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知道啊 而且现在美金进来了 带进来这个啊 病毒干嘛的啊 是不是有印度的 是不是英国的 谁也吃不准啊 而且民进党这种防疫 又他妈的不这个普普筛 靠近大陆几个县市都不普筛 全部都给他拆除了啊 很多的这个台湾人啊 幸亏意冷了 再加上有一些内幕消息 内线渠道嘛 马上就这个 先自己先跑了再说 那么 这个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 他估计他们看到 老命来往的节目了 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是认为 现在两岸局势这么紧张 现在北京的这个态度啊 明显是变掉了啊 而且对台的这个军事动作持续升级啊 装备持续更新换代啊 数量持续的在在增加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 大背景之下 确实有一种声音 两年内发声武统的 这个概率是很高的 那么很多台湾的老百姓呢 也是认为 这个在这里确实不安全 一旦开 就是一旦开战了啊 这个子弹大炮他妈是不长眼睛的 万一把自己给撂倒了就不好了 再加上 他们也知道蔡英文的这个政策啊 也就是所谓的藏兵渔民 全民皆兵政策 那这个不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他妈的第二个车臣吗 格罗尼兹吗 要打巷战吗 啊 再加上 这两天 美国的SFAB 和美国的这个一些海军 啊 特战队员来到台湾啊 在这里训练所谓的地下反抗组织 地下反抗军啊 确实让他们这些有些消息的 或者说比较灵敏的这些人啊 他了解到了 现在这个情况很危难很危急啊 一旦打起来啊 现在就是说擦枪走火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一旦打起来之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说就会像九六台海危机一样的吗 坐飞机跑啊逃啊 华航那个时候 飞美国飞加拿大的班机 是斑斑克满的 哈哈哈哈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啊 呃 确实是这个末日拜向的一方面啊 同样的台湾的这些人呢 很多人来跑到大陆的 他都想过来创业啊 很快创业 或者就是 在这边想找个工作 但是在大陆现在找工作也不好找 说句实话啊 你创业可能创出来就创出来 创不出来可能暂时在大陆拿存款混混日子 以台湾人这种 呃爱爱存款 爱这个精打起算的这个性格 呃慢慢度过个一年两年两年三年 就哪怕不不上班也还是行的哈 但是呢 呃他们自己呢 确实啊非常担心 现在的这个局面啊 岛内呢 他妈的有可能得新冠就死掉了啊 留 如果这个新冠好了呢 或者是怎么样呢 啊 这个梧桐要发生了 确实他们很没有安全感 说实话 越他妈的兜里有两个钱的人越怕死 啊 这是这个万古不变的真理 啊 那么其实呢 你说这个台湾老百姓 这样脱家带口的 从未也带走啊 把家里的呃 这个值钱的行李都都带走的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空穴来风 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自民党外交小组啊 建议日政府推演两岸落开战 如何撤离旅日台呃 旅台这个日桥啊 呃 NHK二日报道 在中国大陆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 力度的情况之下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外交小组等 呃 曲总了一份建议 建议让 要求日本政府为防范台湾 发生不测事态 应探讨与同盟国推演 具体配合方式 以及 旅台日本公民的撤离方案等问题 致命党外交小组和外交调查会认为 中国大陆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对台湾的打压日趋白乐化 从而面临了要求日本政府探取应对措施的建议 建议指出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直接开直接关乎到日本的国家安全 为防范台湾发生不测事态 日本与虚与同盟国推演具体的配合方式 并为旅台日本公民的撤离方案等采取万无一失的应对方 应对这个方策 此外 为了加强日台关系 建议指出 应该探讨进一步 这个频繁开展双方间隙和中央省职员交流的措施 向台湾提供日本已经探得的新冠病毒这个疫苗 在可能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加强这个新技术方面的相互合作 建议进一步指出 台湾加入国际性组织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从而要求日本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推动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 推动台湾加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等国际机构 那么也就是说是这种日本右翼啊 自民党内部右翼是赤裸裸的 要让县政府来干涉中国大陆内政 那我说过干涉中国大陆内政啊 是一个是一条这个死穴 因为现在北京把日本是列为这个敌国啊 列为这个 这个就是处于这个敌对状态的这个敌国啊 尤其是这两天我说过 你看到没有这篇文章6月2号 6月2号发生的啊 6月2号出来的 那具体是什么 就这两天我上述给大家通报了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现在的北京的这个 内政外这个就是外交政策 军事外交政策领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 也就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啊 下半年开始就是来硬的了啊 尤其是这两天看到没有 大陆这个疫苗要去台湾 台湾他不要 日本主动提供什么 要两千万剂一千万剂三千万剂疫苗到台湾AZ疫苗啊 日本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能力生产疫苗 都是拿着这种次品在给台湾打 要给台湾的生命啊 造成威胁 这属于是赤裸裸裸的在干涉中国内政啊 所以说这个赵立坚这个话讲的也很明确啊 你日本不要他妈的到处煽风点火啊 不要他妈的玩火自焚啊 说句实话 你日本既然跳的越高 就证明台湾对你来讲 你看的越重 到你看越重的事情啊 大陆反而他妈的可以拿拿这个棋子来啊 搞你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钓跃岛我们中国海警啊 在我们的这个钓跃岛海域 驱离这个非法闯入我钓跃岛海域的这个日本渔船啊 以及日本所谓的海巡署啊 直接他妈开高压水箱直接就干他完了 在叽里呱啦直接他妈开开火干他 是吧 呃 军舰直接开到日本的这个啊 这个本土去了这他妈就到位了 这就对了 对这个日本不要有任何的好脸色看啊 也不要这个什么外长王毅干嘛的积极斡旋 习近平防日事宜啊 不要去访啊 有什么好访的 就他妈干他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我看到这两天又在那边说什么 要什么美国日本韩国澳洲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干啊 说实话只就是澳洲日本和韩国干 美国在后面什么躲到后面啊 所以我说过 呃 日本他叽叽歪歪的最后他会死得非常惨 他会死得非常惨 因为我说过 呃 在重量严寒这一这一代的中国军力 实际上妈比就是对着日本去的啊 如果说日本想要轻举妄动的话 我们正好他妈新仇就和一起搞 啊 每个中国人就都必须啊 在心里面要把日本当做这个敌对国家啊 真的 不要看了什么几个日本动漫 看了几个日本电影 看了几个日本A片 就他妈的来贬低中国大陆啊 或者说就喜欢的不得了 你要搞清楚啊 他们都是 他们啊 是他妈的都是劣质的劣等的 懂吧 日本的繁荣是他们美国的传业转移 带动起来的 不是他自己 美国背后还是还是这些犹太老板 啊 所以说 我跟各位讲啊 从这个状态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台湾确实 他的那些哈 呃 统治阶层 或者说 中间力量 确实对台没有任何信心了 啊 他们不想反抗 因为他们身上还有钞票 只能什么 跑路 只能跑路 所以我说句实话 啊 现在的台海局势确实非常凶险啊 我说过两年里面 也许明天也是两年 今天也是两年之内啊 所以说 现在确实 老兵来养的 这个啊 视频效果确实非常明显啊 很多人看了之后 真正明白一些事情 好吧 那么我会继续奋斗在这个一线的啊 感谢各位重新收看 我是老兵来养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